南美洲的蝴蝶 正是可以引发北美洲的一场暴雨 这不可怕 可怕的是 雄恐隐碍而变态 山姆拥有穿越能力的奇人 为了查明一宗谋伤案 经常穿越 山姆小时候 她的妹妹死于一场火灾 成年后的山姆偶然发现 自己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她重回火灾现场救出了妹妹 但本该活着的山姆父母却死了 山姆意识到自己的穿越是有风险的 因此她不再企图穿越回去拯救父母 从此山姆和妹妹相依为命 不久她交了一个女友 可女友却惨遭谋杀 山姆的一个朋友被警方当成真凶 逮捕判刑 女友的妹妹觉得是出可疑 因为山姆那个朋友 实际上是山姆女友的劈腿对象 这真是一只红杏出墙来 一个绿帽顶上带呀 她请求山姆帮助调查 但山姆穿越后并没有改变女友的命运 回来后的她反而变成了女友被杀案的嫌疑人 并且包括女友姐妹俩在内的八名女性已经遇害 山姆一心想查出真相 于是她按照三号受害者的时间回到了她的被害地点 但这一次已无所获还意外提前回来 回来以后一切又变了个样 她的导师失踪了 三号受害者还活着 山姆搞不明白她活着的原因 妹妹希望她再也不要穿越了 但情况越来越糟糕 连山姆搭讪过的女服务员也惨遭杀害 山姆被警方当成嫌疑人逮捕 但警方没有确切证据定罪 最后只好放了她 山姆顺走了一些调查资料 她穿越回了警方发现失手的一个废弃车厂 在她企图抓住真凶的时候 却再次被警方逮捕 还找到一位认识的警察 通过穿越能力 让她相信自己不是神经病 在警察的帮助下 山姆成功逃出 山姆赶到妹妹家 她在妹妹家发现导师种植的一种花 山姆开始怀疑导师是凶手 她再次回到废弃车厂 却意外地发现了被囚禁的导师 山姆出去找人帮忙的时候 被古兽夹夹住了脚 接着山姆的妹妹出现了 原来她妹妹也有穿越能力 并且就是那个恐怖的凶手 妹妹深爱着山姆 所以她杀死了所有和山姆接触的女人 这时候只有法子肺腑的大喊一声 你妹呀 才能表达出光影人最真切的内心感受 山姆只得再次穿越 她回到火灾现场 狠心杀死了妹妹 此后的山姆有了幸福的家庭 还有了一个女儿 但她一直活在内疚中 所以以妹妹的名字为女儿命名 在一次烧烤聚会上 她的女儿把一个洋娃娃放在烧烤架上 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或许她才是那场火灾的真正元凶